在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十年里 秦国一个接一个地消灭了六个敌手 强制地实现了中国政治上的统一 远眺眼前广袤无垠的国土 秦王嬴政自豪地对大臣们说 寡人凭着屈屈之身 使六国君主称臣认罪 如今天下太平 如果不改名号实在无法称颂我的公业 丞相李思琪走道 陛下的公业自古不曾有 五帝也比不上 臣下们已经商量过了 古代有天皇帝皇太皇之称 其中太皇最为尊贵 臣等貌似承上宗号 秦称太皇 秦王嬴政达道 去掉太子 留用皇字 再加上弟子 我就是皇帝 我是始皇帝 秦始皇将中国西北方的 游牧民族属地 全部并入自己的版图 并将军事势力 扩展到东北的朝鲜 和南方的越南 他的降域 从东亚大陆的南海 一直延续到西伯利亚的 冰天雪地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 秦始皇建立了一个 以平原农耕文化为基础的 庞大统一帝国 他采用了以皇帝为中心的 中央集权制度来控制全国 以超时代的独创 用黑色代表秦帝国的色彩 首创帝国体制的秦始皇 使法家思想成为中国政治传统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试图建立一个严刑护法 以法治国的专制极权国家 在而后出现的大一土制度 与严苛独断的统治 多少也能从中找到部分痕迹 为防止地方力量再起 秦始皇将全国十二万户望族 全部迁去到国都附近 以放逐贵族的方式 破坏了被征服国的社会结构 通过在被占有领土上 划分郡县的方式 秦始皇抹掉了各国的边界 在全国设置三十六郡 这些郡县由秦的官员 以法家的精神进行治理 国家的统一促进了 汉族与周边民族的广泛联系 因而在三十六郡之外 还分布有众多的少数民族政权 秦始皇建立的国家 拥有空前广阔的领土 各地的风土文化有着极大的差异 秦始皇以标准化的方式 统一了货币和渡量横 也统一了两个车轮之间的距离和文字 使全中国都与秦的模式一致 在中国中心地区松软的黄土地上 车轮必须在车轴内行走 就像火车被铁轨所限制一样 统一的车轮距离增加了车子行走的速度 2001年1月1日 欧元作为统一的货币 开始正式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中流通 中国使用统一货币的时间 是2200多年以前的秦朝 秦始皇统一后使用的货币叫秦半两 像秦半两这样外源内方的铜钱 中国一用就是2000多年 进入秦代以后 原来属于旧贵族的土地被广泛地分给有战功的平民 得以自由买卖 国家按土地面积大小征收税金 这是秦量 它是用来测量穀物容量的标准器 秦代建立之初 货币尚未充分流通 国家的税收主要是向农民征收穀物等食物 秦量的大小是直接关系到国家税收多少的重要问题 秦始皇在秦量的周围住有诏书 以表示凉器的权威性 如果有人违反秦量的使用 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秦统治的是一个浮原辽阔的强大国家 这些凉器必须颁发至全国的各个角落 数量极其庞大 由于铜的数量有限 就出现了代替铜量的陶量 陶量上也印有秦始皇的诏书和印章 这是秦始皇为了统一全国的渡量横而制作的重量标准器 秦权 秦权上著有秦始皇关于统一渡量横的诏文 这些文字是按照秦始皇的旨意 在全国统一使用的字体转述 统一的文字使上百种发音不同的地方方言 有了统一的书写格式和表述方法 大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 尽管可能听不懂对方说什么 却能阅读同样的书面材料 如果他们也使用各自方言所创造的文字 中国恐怕早就成为另一个欧洲了 中国能成为幅员辽阔 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大国 其中重要的原因 应归功于统一的文字 东亚地区的文明 也依赖于这种文字 汉字曾经是连接东亚各国的坚固纽带 一个世纪之前 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大部分书面材料 都使用汉字而没有自己另外的民族文字 直至今天 日本和韩国的知识分子 仍然能认得对方书面材料中的数千个字 只是这些字的读音并不相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